闺蜜鱼被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小心你的男朋友,之后无论我怎么询问,她都不再回应我,她和我断联三天,我忍不住拨了个电话过去,很快被挂断。 我在外面旅游,没空回你,她之前无论去哪旅游,都是热火朝天地和我讨论穿搭的,这次怎么这么安静,语气也有点冷淡,按下心中疑惑,我发问,你让我小心周恒,为什么呀,对话框上的对方正在输入中停了很久? 因为我看上她了,我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我第一反应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我的笑还没从嘴角消失,她又给我发了几张截图,是她和周恒的聊天记录。 前两天夜里,于备发了好几张性感睡衣的私密照给周恒。 这几张照片她还发过我,她说让我帮她挑选其中最漂亮的几张,这件衣服还是我陪她逛街买的,亲手给她挑的。 于备当时神秘一笑,说是给心上人准备的惊喜。 多可笑啊,她的心上人竟然是我的男朋友。 周恒没有回她的消息。 退出聊天记录,于备的消息带着几分挑衅。 我长相学历都不比你差,老天却什么好事都给了你,装了你那么多年的好闺蜜,我真是装够了。 温鱼,你等着,我会夺走你的一切。 我不相信于备是这种人。 因为一个男人,他就要和我闹翻。 我当即播了个视频通话过去,又被他挂断。 我们走着瞧,周恒我抢定了,我还想再问清楚,就被他拉黑了。 愤怒冲上了脑袋,我一直认为于备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却莫名其妙给我的男朋友发丝密照。 妄图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砰砰的叩门声把我吓了一跳,周恒系着围裙站在门外。 我和周恒恋爱半年,他长相温润清俊,是个顶好的恋人,并且极度尊重我的隐私。 我打开房门,红着眼睛质问,于备给你发那样的消息, 为什么不告诉我,周恒清俊的眉目皱起了精致的弧度。 他伸手想要触碰我。 宝贝,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多心,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友情。 我拿过他的手机,周恒一直宠溺地看着我,十分顺从。 聊天记录一点都没有删,他并不心虚。 甚至于被昨天邀请他用餐,周恒也拒绝了。 周恒叹了口气,把我拉到怀里。 他十分珍视地亲亲我的额头,我爱的只有你一个,其他女人我不会多看一眼。 我因为于备而难过的心情,顿时被安抚了。 我决心等他旅游回来,再好好谈一谈。 我还是不信他能为了周恒和我决裂。 他从我手里拿回手机,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油抄手,来尝尝。 周恒卧室的地板突然冬的一声,微弱想了一下。 这几天他卧室里的地板好像坏了。 我被吸引了注意力,想走过去查看。 周恒却拽住了我,快去吃饭吧,地板有点问题,我明天找人来修,我点了点头,不去管了。 心里却闪一丝疑惑,刚刚地板那样想,是什么? 今晚的晚餐吃完,我很快就困了,周恒催我去睡觉。 到了半夜,我迷迷糊糊被奇异的响洞吵醒,眼睛却睁不开。 木板一直在枝呀作响,我摸黑寻到周恒的房间门口。 一缕微弱的灯光从门凤透出来。 周恒背对着我,手里攥着一团又湿又黑的东西,像是从河里捞出的水草。 他身边放着好几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黏黏呼呼泛着鲜红的液体粘在木板上。 撬开的地板像一只野兽,张开黑洞洞的大口吞噬一切。 我嘴唇哆嗦,汗毛竖起,想尖叫,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两眼直勾勾盯着地板上那双鞋。 鞋边微微磨损,鞋头掉了颗水钻。 是鱼背数天前撒娇让我陪他去专柜修的那双鞋。 听到动静,周恒转过脸来。 往日清俊和煦的脸上满是阴狠和戾气。 半张脸被溅起的血液泼湿,如修罗恶鬼。 他丢开手,那团东西咕咚一声砸在地上, 拖着暗红的血迹滚到我脚边。 水草湿的头发丝丝缕缕,杂乱攀附在惨白如纸的脸上。 满是恐惧和绝望,那是鱼背。 我猛地尖叫一声从床上坐起来。 外面的阳光强烈到刺眼,已经是中午了。 周恒正站在床边摸我的额头。 我一把推开它,冲进它的房间。 漆黑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阳光洒满整个屋子。 地板干干净净,连一丝破损都没有。 怎么了宝贝? 你身体不舒服吗? 周恒从身后缓住我,我不管不顾地正开它,苍白着脸扑到地板上探手,去摸索缝隙。 指尖干干净净,没有灰尘,更没有一丝血迹。 地板坏了,我上午找人修过了,我额头浸出细细的汗,周恒臂弯微微用力把我扶起来。 我尽量让嗓音平复,我没事,只是做噩梦了。 昨晚的那一切,我无法确定是我的梦境还是现实。 周恒将我扶到客厅,倒了杯温水递给我。 需要去医院吗? 下午约好的爬山,要不要取消? 脸逆着光线,他的镜片晕开一层光影,看不清他眼里的神情。 我想登山散散心,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我有登山的爱好,周恒为了迁就我,买了全套的登山装备,准备了半个多月就是为了这次和我一起登齐连山。 齐连山方圆树里,绵延不绝,三三两两的登山客相邪而行。 可能是没休息好,爬到一半我觉得四肢微微发软。 周恒执意要背我,我趴在他宽阔的背上,喝着他给我榨的果汁。 偶有路过的行人艳羡地盯着我们桥,朝我打去,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呀。 你们真般配,到了山顶,我和周恒满身是汗,粗喘着气,坐在岩石上休憩。 天微微阴沉了下来,四周人影渐无,越是休息我越是浑身冒汗,四肢无力,眼前也渐渐朦胧了。 我开口想向周恒诉说我的不对劲,张口却不成阴洁。 周恒凑到了我面前。 他的神色有些微微兴奋,以至于面部肌肉轻微抽搐。 温鱼,你知道鱼被在哪里吗? 无边的恐惧从头照下来。 我现在怀疑,那杯果汁被他吓了东西。 我整个人是麻痹的,但意识却是十分清醒的。 我听了这句话,惊恐地瞪大了双眸。 他被我捆在卧室的地板下,本来没想那么快杀掉他。 可谁叫他不乖,竟然被你发现了动静。 鱼被,鱼被,原来我听见的地板撞击声,那是他最后的求生信号。 心头的脚痛和血液逆流的恐惧,让我两眼更加昏化。 昨晚,我放了他的血,把头颅砍了下来,四肢分开装在垃圾袋里。 阿鱼,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了,谁叫你,竟然醒过来了呢? 我只能抓紧送你下去陪他。 我眼里几乎要躺出血泪,想破口大骂,想冲上去撕烂他的脸。 可是我身体麻痹,口舌僵硬。 费了很大劲才艰难出生。 喂,为什么,杀我们,周恒淡漠地看着我垂死挣扎,眼底是漠视一切的阴质和狠辣。 亏我以前认为他是温润俊雅的人,如今看来却是个裹人皮的恶魔。 他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 如果他们有幸搜到你的尸体,那么,果汁里的药,六个小时后就在尸体里全然检测不出了。 你且安心地去,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父母。 财产,接管你的一切。 他抬头看了看天,轰隆一声雷鸣,斗大的雨倾腾而下。 周恒哈哈大笑,眼里的怨毒一闪而过,天气预报果然准确。 老天都在帮我,雨天露滑,失足坠崖,我为你安排的结局怎么样? 他俯身掐住我的下巴,瞳孔里倒映着我苍白如雪的惊恐神色。 我想大声求救,却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知道我为什么发誓不带你出国旅游吗? 因为,我会带你爬山。 我食指死死抠着岩石,却使不出来一丝力气。 现在,你去死吧。 他轻轻一推,带毒的眼睛诡诀,疯狂地盯着我。 盯着我像断了线的风筝坠入山崖。 天丝开了无数道裂口,暴雨如柱,如天和倾泻。 山体上缠绕的的藤蔓减缓了我的下坠,并未让我当即丧命。 锋利的山石和枝鸭在我的身上和脸上弯出道道血痕,深可见骨。 眼泪和血混在一起,浸透我的眼眶,从额角蜿蜒而下。 雨水冲刷身下渗出的血,沾湿身下的枯枝败叶,晕染了一地。 我摔在牙下,巨大的撞击让我晕了过去。 全身骨骼尽碎的疼让我从晕厥中痛醒。 此时天,已经黑透了。 失去挚友的痛抵消了我对死亡的部分恐惧。 我满嘴都是血液上冲的兴气。 求生的本能让我保持清醒。 雨珠不断拍在我的脸上,死神的气息如影随形。 如果,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我要为雨备和我自己报仇。 我要让周恒尝命。 我好恨,我恨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周恒是个畜生。 无边的绝望里,我满脑眩晕,又失去了知觉。 我在浓郁的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气味里醒过来。 四肢难以动弹,感觉到身上被缠满了纱布。 眼皮很沉重,艰难抬眼,入目就是一张赏心悦目地脸。 不同于周恒的斯文白皙,眼前的男人充满了力量感。 长眉锋利,轮廓硬朗不识俊意,一双眸子乌沉沉的,令人心惊。 我没空欣赏她的俊美,沙哑着嗓子响起声问几句。 别动,骨头里打了二十三颗钢钉,你已经昏迷半个月了,我从悬崖上掉下来,不去医院抢救,谁还把我骨头揭好了? 齐连山方圆树里,我捡到你开始算,等送到医院你别想有气了。 天哪,我没开口这人竟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齐连把我救了回去,他在村子里居然有一套超全的医疗设施。 平时会照看得了疾病以及被野兽攻击的村民。 溺于大山里如此隐秘的村落,还有这样医术精良的人才。 村子里还有一位年于古西的中医。 他们俩中西河壁,外府内修,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齐连问我要不要给家里报个信。 本想拿起手机想给家里打电话,但又怕贸然行动让父母处于危险中。 手机攥在掌心,但就是拨不出去。 全身的骨头都在疼,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手背上。 齐连看出我的不安和纠结,他什么也没问,递过几张纸巾。 不怎么会安慰的人看到陌生人崩溃多半是尴尬的。 为了缓解这种气氛,他打开了电视。 信号不太好,黑白的雪花闪烁过后,声音断断续续。 我是因暴雨造成齐连山三名游客失踪,一名游客不幸遇难,两名游客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画面一闪,记者身后是熟悉的面孔。 我的父母悲痛欲绝,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两个人憔悴不堪。 周恒就在他们身后,他面对镜头,两眼是哭过的红肿。 他的巴掌狠狠扇在自己脸上,带出鲜红的掌印。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带阿鱼去爬山,我不知道会下雨,死的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呀? 可怜我的父母,伤心过度,还得去宽慰他鳄鱼的眼泪。 三个人哭作一团,无人在意,周恒的嘴角一直是上扬的。 这是他极度愉悦的表现。 凄厉且愤怒地惨叫在我的喉咙里压抑挣扎。 其也面色铁青,双拳紧握,狠狠盯着电视上周恒的脸。 无处排解的压抑和愤怒让他不受控制,狠狠摔飞了手边的茶杯。 杯子落地粉碎的一叉,我读懂了他眼里名为仇恨的情绪。 其也给我重新倒了杯热水。 冷静了下来,我仔细复盘所有事情的经过。 周恒偷窃了于备的照片,伪造了他要抢我男朋友并和我绝交的假象。 事实上,他就把于备囚禁在卧室的地板下。 我因为周恒伪装的聊天记录在难过伤心时,于备就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把唯一能动弹的头撞向地板,发出闷响给我警示。 我并没有相信于备会背叛我,但倘若我再仔细一点,再聪明一点,甚至昨夜撞见周恒的行凶现场。 如果我再能仔细一点,不那么信任周恒一点,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于备。 眼泪仿佛流干了,我的心犹如千刀万剐。 于备是我最好的朋友。 曾经,他为了替我挡酒,喝到未出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苍白着脸笑我。 温于,我根本没事,你看你多大的出息,怎么为我把眼睛哭成了核桃。 换了我,我没心没肺,可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就是这么有出息的余备。 连夜背着发烧的我爬了六层楼,差点直接就给医生跪下求他救我了。 言笑艳艳,游在昨天。 他和我调笑,找男人千万擦亮眼睛。 我脑子又没你聪明,你被欺负了,我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拼了命打死他。 一语成衬,他的命针断在我男朋友手里。 想到这里我悲痛欲绝,受过伤的头颅,又因为情绪波动剧烈地疼起来。 齐也拿了药地给我,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伤,休养多日,我的伤口已经结痂了,只不过多处骨折还没好全。 我能在这留一段时日吗? 报酬不是问题,齐也黑沉沉地眼睛盯着自己的掌心,他没有吭声。 我红着眼圈,你以前是军医吧? 我是被人从山崖推下来的,如果你能帮我,我可以答应你想要的条件。 齐也终于正眼看过来了,他似乎在问我这么笃定他职业的理由。 他随着我的目光看到了墙角的医疗箱。 书架上摆放过分整齐的医学书籍,以及桌角的人体模型。 他把屋子收拾得整洁到不像化,连床上的被子都给叠成了豆腐块形状。 我的伤口被他包裹得完美无瑕,裁剪利落。 齐也身板挺拔,目光坚毅,这是军人独有的特质。 符合这两个要素的,只有一种职业。 我敢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我注意到了他看电视上周恒的脸时,眼里喷勃的怒意。 我嗅到了复仇者同样的气息。 我们都恨周恒。 我查过资料和案例,如果我去单方面指控周恒谋杀,一面的证词不足以构成给他定罪的证据。 何况周恒杀我,杀于备的动机都未明确。 于备的遗体也不知被他藏去了哪里。 贸然指控很可能被狡猾的他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我需要一个帮手。 齐也眉头紧锁,脸上的神情阴郁沉痛。 思索良久,齐也还是没有给我一个爽快话。 我好奇齐也的过往,和周恒有什么仇怨,但没指望他告诉我。 倒是老中医拄着拐杖来给我看伤时,只知无无提了一嘴。 齐也这孩子啊,违反了上面的纪律,就回村子里来了。 可怜的哟,齐妹妹也没救回来,探听别人的隐私终归不好,上天眷顾我,让齐也救了我。 碰巧的是,他和周恒有仇。 我不想做一个自私的人,如果他不愿帮我,我只靠自己,也不会有怨言。 我在村子里躺了三个月,身子终于恢复一些,起码能自己主拐行动了。 我孜孜不倦研究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同类案件,雇佣了私家侦探,密切关注周恒的动向。 齐也对我的吃食安排得很精细,他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拆掉骨头的钢钉,身体慢慢好转。 第三个月,我收到了父母以及周恒要给我举办葬礼的消息。 我找到了齐也想要告辞,但他却拿起了我的拐杖,帮忙背起了包。 看着我呆愣的神情,齐也嘴唇掀起一个笑。 第一次看见参加自己葬礼的,我不得去凑个热闹,我的眼睛蹭得一下亮了,急忙伸手和他握了握。 我的盟友,欢迎一起参加我的葬礼。 我带了半边黑纱,我带了半边黑纱前进了自己的葬礼。 为了博得我爸妈的信任,周恒并没有那么快对他们下手。 他站在我爸妈中间,左扶右掺,俨然是一副比亲儿子还亲的模样。 我被过身,听到有人念叨,老温啊,你这个准女婿做到这份上真是好样的。 你们都要往前看啊,周恒拍着我妈的后背给他擦眼泪,他的眼里满是血丝,眼窝清黑。 认谁看,都是一副得知女友去世后悲痛欲绝的模样。 叔叔阿姨,你们放宽心,温鱼不在了,但往后我会帮他好好照顾你们。 温鱼在天上看着我们也会开心的。 我站在一向前,背对着周恒,听到这话真为他的眼计发笑。 撕拉一声,我猛地伸手拽下挂着的黑白一向。 几声惊呼响起,周恒一个剑步冲到我身边。 你干什么,他搬过我的肩膀,脸上的神情停滞了。 撕掉的黑白一罩静静落在我脚边。 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周恒脸色苍白如同死人,我面不改色,欣赏他这个惊慌的表情。 我的爸妈尖叫一声,随后缓过神来,他们冲上来紧紧抱住我,声嘶力竭喊我的名字。 温热的怀抱证明我不是鬼魂。 此情此景,我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爸率先反应过来,擦了两把眼泪。 小鱼,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目光凝在齐也的身上,是他救了我。 周恒强坐镇定,但手指分明在发颤。 他走过来想要靠近我,却被齐也紧紧攥住衣领,一拳挥在脸上。 齐也的小臂青筋抱起,拳拳倒肉。 周恒拳骨青子了一片,唇角流血。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看得出来,他很想当场揍死周恒。 闻生过来的保安分开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 另外,我要报警抓周恒。 我加大音量,遥遥指着周恒。 因为就是他把我推下的山崖,轩然大波冲击着整个厅堂, 众人恐慌地捂住嘴惊呼。 周恒脸色恢复平静,额头却微微汗湿。 阿鱼,你是不是死里逃生? 精神受了刺激,他眼光异味深长,落在齐也身上, 满满恶意和暗示,难道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 我们交往这么久,感情一直都很好, 怎么可能是我把你推下去的? 瞧瞧,周恒是如此巧言吝啬, 一长嘴就是要在众人面前引导风向。 我爸妈听了这话也有些许犹疑。 阿鱼,是不是有误会,周恒看着不像这种人啊? 我来之前就报了警,警察就在此时赶了过来, 当着众人的面烤走了周恒。 周恒一直在叫嚷着自己的无辜。 只有我看得见,他被押上警车前朝我露出一个讽笑。 这个神情充满了满满的挑衅和不屑。 我读懂了他的意思, 凭你一句,只认就妄想给我定罪。 你找不到证据的。 周恒看来没懂, 我来葬礼, 为的就是先把他关进局子。 他被拘留传唤不足十二个小时, 就会被释放。 而我要利用好这个时间, 从警局离开, 我和其也找到周恒的新住处。 我失踪的三个月, 他说不想触景伤情, 为了更好照顾我爸妈, 搬到了离我家不远的新住所里。 搬家是很便于清理掉一些东西的。 我对找到新线索不抱希望。 周恒果然相当狡猾, 除了自己的私人物品, 他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几张养猪场的名片, 一张崭新的距离本地不远。 另外几张微微泛黄老旧, 是闻所未闻的地址。 其也发现了周恒的另一部老师手机, 被紧紧绑在床板背面。 杀人犯可能习惯性具有某种藏匿手段。 我撬开他新家的地板, 一个生锈的铁盒里放着鱼背的指甲, 上面涂了地幅泥兰的指甲油。 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猴头哽咽到发痛, 我忍住溢出的哭腔, 我必须要坚强。 周恒踏出警局门口的时候, 我和其也已经等在了那里。 他活动了下脖子和胳膊的关节, 一副被拷问后解乏的模样。 看到其也, 他嘴角透出不屑, 你不是躲回老家了? 这么多年还缠着我不放, 可真是一条疯狗, 其也脸色铁青, 眼底一片心红。 我迎上周恒居高临下的视线。 周恒, 你在心虚什么? 你到底把鱼背藏在哪里了? 他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 盯着我藏在裤兜里的手。 温鱼, 你不会再录音吧? 我神情一将, 他得意地扑驰笑了两声, 而后走到我身前。 其也想拦住他, 他已经微微俯身, 把头靠近我的裤兜。 我, 没杀鱼背, 也没推你下悬崖。 我什么都没做。 羽霸, 他半抬着脑袋 透过镜片盯着我的脸, 满满挑衅。 我一巴掌 扇在了 这张令人恶心的脸上, 抽得他嘴角出血, 脸上浮起 又红又肿的 好大一个掌印。 周恒伪装的面具 终于掉了一些, 他眸子里燃起两团火, 想扬其手反击, 却被其也扣住了手腕。 我双手还胸, 裤兜里空空如也, 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笑, 你说了不算? 现在我正式提出控告, 只认你杀害于背, 周恒脸色变了, 他还未开口。 警察余挂而出 再次把他抓了进去。 我摆出刚刚在他家里 搜到的那片指甲。 之前摔下悬崖碎裂的手机, 也被我找人恢复好数据。 我调出聊天记录, 记录上的时间和 于背的失踪时间相符。 我要证明发这条聊天记录 给我的不是于背本人。 大数据也显示于背 并未有去云南旅游的行踪。 我双手交叉, 据我亲眼所见, 周恒杀害于背的第一案发现场 在之前那个卧室, 卢米诺事迹能测出卧室的血迹反应。 这次, 周恒正式被列为 于背失踪案的嫌疑人接受调查。 他得意不起来了。 我没有给他跑路的时间。 他摆密一书, 就是没有想到 我还能活着回来。 经过检测, 指甲确实是属于于背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 周恒之前的卧室地板, 卢米诺测试 并没有血迹反应。 甚至, 连鱼背的一根头发丝, 也没发现。 也就是说, 那间卧室从来就没死过人。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那天晚上真的是一个噩梦? 是我的错觉。 最有力的证据已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糟糕的是, 狡猾的周恒 开始了他最擅长的倒打一耙。 他说, 于背确实和他在一起了, 因为他有收集体, 于背是为了满足他的癖好, 才把指甲留在那里。 但于背去了哪他并不知情。 他说, 怀疑是我因为嫉妒, 杀了于背。 同样的, 他拿不出证据。 给周恒定罪的时间很紧急了, 我蹲在角落紧紧抓住头发。 不是这样的, 周恒把我推下悬崖时 明明亲口承认 把于背藏在地板下, 杀掉了他。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这几天试图去见见于背的父母, 他们并不愿意见我。 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而我的男友是嫌疑犯。 如果恨我能减轻痛苦, 我倒希望他们能恨我。 意外的是, 没几天, 于背的母亲主动找到了我。 她递给我一个 带着密码索的储物盒。 我们一直不愿意 相信 被背是遇害了, 自欺欺人地认为 她只是贪玩。 一时半会不愿意回家。 贝贝从小最宝贝这个盒子, 我本想交给警方, 现在阿姨请你代劳。 阿姨这几天也想通了, 贝贝生前和你最要好。 发生这种事, 你一定也很痛苦,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 我和贝贝爸都不怨你了, 希望早点找到贝贝, 抓住真凶, 回家先端向手里那个储物盒, 坚如磐石, 隐私性极好。 密码是四位数, 我试了试于贝的生日, 打不开。 无比顺手地输入我的生日, 咯吱一声, 盒子开了。 我的手不停地发抖, 心如刀脚。 养伤的三个月, 我刻意去逃避 于被死去的事实。 哪怕卢米诺没测出血迹, 我还抱着一种奇异的希望。 没找到于被之前, 我要保持绝对冷静和坚强。 打开这个盒子。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于被, 我遇人不疏, 识人不清。 求求你, 能不能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 求求你, 好好地活着, 再帮我狠狠教训周恒。 我瞪着星红的眼, 把泪水憋回去, 颤抖地拿起盒子里的日记本。 全是关于我的。 从小时候, 我们一起, 迟到了在教室外面罚站开始, 到我第一次主动牵起他的手和他交朋友。 我哭作了一夜, 仔仔细细把所有的回忆填满, 把缝合的伤口撕扯开。 七夜推门进来的时候, 我的眼里全是血丝。 于被失踪的一周前, 他晚上出去吃夜宵的时候, 撞见了周恒。 周恒对面站着一个形貌凶恶的大汉, 那人黑色紧身上衣, 脖子上戴着一条粗粗的金链。 小臂上有刺青, 嘴里说着奇怪的语言, 听着倒像是东南亚的语言。 他怕周恒受欺负, 正要过去, 就看见周恒反手把那人掐在墙上。 他掌心收紧, 眼里满是嗜血的狠意, 勒得那人呵呵喘气, 满脸轻子。 同平日里儒雅随和的样子, 相去甚远。 周恒随后向于被解释, 这个人想抢劫他, 却被他制服。 在于被想要报警时, 周恒又阻止了。 他心里多了警惕, 觉得周恒非常可疑, 决定要去跟踪他。 看到这里, 下一页已是空白。 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条日记。 在最后, 他写着, 我不会让任何人有伤害到温鱼的可能。 眼泪浸湿了我的前筋, 齐也坐到我的身侧。 我忍住抽烟, 齐也却温和地出声, 想哭就哭吧。 你这样的事, 我也经历过, 这是齐也第一次和我谈起他的事。 三年前, 周恒用他的好相貌和装出来的涵养, 骗到了齐也唯一的妹妹齐静, 他们陷入热恋。 两个人相约去了东南亚游玩, 周恒带着齐静误入了贩卖器官的歹徒窝点。 齐也得到消息跟随救援队伍赶到时, 周恒和齐静已经成了人质。 他配合了上级只是静静等待, 却眼睁睁看着唯一的妹妹被摘除了器官。 齐也几乎失去了理智, 还是配合任务救出了周恒。 他本不想将事情怪在周恒头上, 直到他从妹妹的朋友那里, 听说一切的行程都是周恒规划的。 他发现窝点和周恒规划的路线完美吻合。 怎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怀疑的种子在心中种下。 上级不允许他过度调查周恒, 因为这是没有证据的事。 齐也几次三番去赌周恒, 却被他故意激怒和挑衅。 周恒在他面前不懈地提起齐静, 说他愚蠢没脑子, 活该被自己骗。 他愤怒地把周恒打得几乎半死, 躺在ICU抢救了三天。 齐也因此受了处分, 被赶回了齐连山的老家。 他开了一个设备齐全的诊所, 免费给乡里乡亲治病。 周恒很狡猾, 齐也也从此失去了他的音讯。 直到那天, 他捡到了我, 和换了城市的周恒, 重新遇到。 灵光乍现, 我好像把全部的事情连成了一个线。 你刚刚说周恒和齐静去了东南亚, 我翻开余备的日记, 停留在他说被周恒掐住的 也是东南亚人的那夜。 所以, 周恒会不会是贩卖器官团伙的头, 齐静被他骗去了窝点。 于备因为发现了他街头的秘密被灭口, 齐也眼睛亮了, 激动地一拍桌子, 于备的盒子落在我膝头。 什么东西掉在了我的腿上, 从盒子暗层掉出来的? 那是一张卡片, 非常眼熟的。 和我在周恒家里找到的养猪场名片一模一样。 我和齐也把日记和名片都交给了警方。 长时间的拷问已经让周恒疲惫不堪, 但他极度狡猾, 心理防线并不是那么容易公破。 被警察逼问了那晚的事, 周恒的脸上闪过一丝细微的慌乱, 当即在训问室里咆哮出声, 日记以及字迹都是可以被伪造的。 你们不懂吗? 玻璃后的警官目不转睛, 盯住他的微表情。 周恒企图用愤怒的情绪掩盖自己内心的慌乱。 我和齐也跟着警员们包围了养猪场。 猪场老板是个彪肥体壮的胖子, 看起来老神在在的。 认识周恒吗? 听到这个名字, 老板眼底划过一抹一色。 我的客户那么多, 多到记不住名字的, 可能认识吧。 达得很好, 滴水不露的老油子, 只不过口音略微奇特, 这一点无法掩盖。 我看着他大热天还穿得严严实实的长袖长裤, 疏地扶至心灵。 你是东南亚人, 老板慌乱了一瞬急忙否认, 但就这一瞬足够我和齐也做出判断了。 敏锐的警员立刻和齐也联手扭住他。 我猛地掀开他的长袖, 一条刺青赫然在他肥厚的小臂上。 他就是那碗鱼被看见的人, 在胳膊上刺青犯法吗? 你们这是暴力执法。 我要告你们, 无视他的咆哮和辱骂, 众人细细搜查起整个猪场。 当时周恒推我下山崖时对我说过, 你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 我心头隐隐地不安, 这种恐惧如复古之躯。 我根本不愿去想。 偌大的猪场, 搜减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屠宰过的猪流出暗黑腥臭的血, 蜿蜒覆盖了地面, 流向下水道。 棚子里吊起的油灯悠悠跃动, 肮脏肥胖的猪在草里拱着, 眼里泛着浑浊的光。 鼻尖是令人作呕的恶臭。 拉起的警戒线圈住了我的心脏。 天已经黑透了, 警察在处理间的绞肉机里发现了一小截 人体骨骼残渣。 初步确认属于女性残骸, 已经拿去和鱼背的DNA进行匹配。 除此之外, 还没有其他收获。 我的腿隐隐打扎, 攥着的手一直发抖。 听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全身的血液都往炉内涌。 脑子一嗡, 我当场瘫倒在了地上, 其也要扶我起来。 我顾不得地面肮脏, 把脸紧紧贴在地上嚎啕大哭。 作为闺蜜间的特殊感应, 如果鱼背最后消失在这里, 那么这就是我感受它的最近距离。 心脏越来越沉, 紧贴地面的视线里, 一脚荧光微微闪烁。 我亮腔地站起身, 一把推开起眼, 在警员的阻止声里撕开警戒线, 扑到了下水道边。 秀气斑斑的铁栏藏在水泥板的下方, 那是一个隐蔽且不易发现的死角。 一根手指卡在铁栏上, 许是冲刷的时候无意冲过去的。 高度腐烂的手指上套着一枚素银的戒指, 和我戴在右手无名纸上的一模一样。 鱼背给我戴上的时候, 微笑着警告我不许拿下来。 他说即使以后订婚, 我戴婚戒也是戴在左手无名纸上的。 我右手的无名纸要永远戴着和他一样的戒指。 所有人的脸色都在这一刻变了, 我目光呆滞地凝在手心里捧着的这枚手指上。 巨大的悲痛让我如同烂泥般贪软, 警察蜂拥过来。 铁栏杆被拆下来, 里面是大量的头发和人体残骸。 整个晚上, 我的脑子里都是尖锐的警笛声。 我直愣愣跪在地上, 被篡夺了心智, 歪倒下去。 最后的记忆里, 齐也把我打横抱起, 我躺上了医院的担架。 在醒来的时候, 齐也给我带了新的消息。 猪场老板还没迈进警察局就死了, 死因是中毒。 我爸妈还没赶过来, 齐也起身去洗手间。 有护士进来给我换书液袋, 口罩解开, 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 竟然是周恒。 他胡子拉插满脸憔悴, 唇角起了撩泡, 如同丧家之犬。 你为什么不乖乖去死? 为什么活着回来毁了我的一切? 周恒面目猙獰的咆哮, 这才是脱了面具后最真实的他。 我挣扎着伸手去摁床头的铃, 周恒扭住我的手腕, 针管扎进了我的手臂。 一管不明液体注射进了我体内, 我失去了意识。 周恒的计划非常顺利。 这里沿海, 他几乎没有费什么功夫, 就把我带上了一艘货轮。 船舶随着浪花颠簸, 我醒了。 周恒捆住了我的手脚, 因着脸蹲在我面前整理一块巨大的塑料袋。 你要把我带去哪里, 这里并没有其他人。 周恒不再伪装, 他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嗜血狠利的气息。 去哪里? 你全身脏气可都是宝, 当然是把你带去该去的地方, 许是见我插翅难逃, 周恒和我说了真话。 他盯上我, 为的是我家境丰厚。 杀鱼背, 是因为他撞破了他和手下见面, 怕贩卖器官的秘密被他发现。 而那一晚, 他在饭里给我下了药。 我醒来后, 去摸地板的反应, 已经告诉他。 我在怀疑鱼背的失踪和他有关了, 只要我死了, 才能消灭所有的潜在隐患。 他更可以理所应当接近我的父母, 获取我父母的信任, 夺取我们的家产, 抢走我的一切。 周恒粘起我的头发, 帮忙别在耳后, 动作轻柔。 他仿佛还和我是情人一般, 在我耳边呢喃, 温鱼, 我其实也有几分喜欢你, 但走到如今, 都是你逼我的, 就在他把头凑到我耳边的那一刻, 就是现在。 我猛地掏出藏在腰后的针管, 狠狠扎进了他的胳膊, 其也教了我无数种解开绳结的方式。 幸运的是, 周恒把我带走的时间紧迫, 他只用了最简洁的捆法。 针管里的药物可致人短暂昏迷, 和周恒用的一模一样。 警察若问起, 我只会说, 这是我趁周恒不被抢过来的。 我把周恒给我准备的封口胶布, 原封不动贴上他自己的嘴。 我捆好他的四肢, 用的是齐也教我的最难挣脱的捆法。 在我气喘吁吁把他拖入塑料袋捆好时, 周恒醒了。 不愧他更伸强力壮一些, 醒得比我快。 在他恩恩挣扎, 却说不出一个字时, 我对上他恐惧的眼神, 心满意足地笑了。 你总喜欢给别人准备结局, 这次总得自己品一品这恶果, 这是我给周恒安排的地狱。 在周恒来医院前, 我就和警察谈拢了, 猪场老板毒发身亡, 估算时间。 他是在路上服毒的, 这说明警察里有他们的卧底。 而周恒涉及贩卖器官的嫌疑, 我就是最好的鱼饵。 只要鱼饵一入水, 自然能勾出罪恶的窝点。 而我甘愿以身犯险, 为的就是亲手了结周恒。 我把针管里剩余的液体 尽数打进周恒的身体里, 他不甘地晕了过去。 自动驾驶的货船 朝着设定好的路线, 渐渐靠近岸边。 我躲在船舶的阴影里入了水, 潜在码头的木栏下。 几个人把裹成粽子的周恒拖出来。 妈的这次发财了, 正缺心脏和肾源呢, 就来货了, 快快快。 快叫那边准备着, 现在就动手, 周恒被火急火燎地抬走, 码头恢复了宁静。 我的心松了闲, 眼泪流了下来。 三十分钟后,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渐渐往水里滑, 有人声嘶力竭地喊我的名字。 我微弱回了一声, 其也单手把我从水里拉起来, 给我披上温暖的毛毯。 警方全副武装, 把这里包围了起来, 激烈的枪声响了没一会儿就沉寂下去。 准备充足, 可以说青角这个窝点几乎没费什么力。 领头的警官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温女士, 感谢你的帮助, 回城的路上, 我把头靠在齐也肩上发着抖。 他, 真的死了吗? 齐也微微侧了脸, 鼻鼓凌厉, 他的下巴靠在我的头顶。 警员到的时候, 他已经被取了心脏。 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是我和齐也联手为他设计的结局。 齐静的命, 渝背的命, 他都得还。 心脏掏空了一块, 我和齐也都有些迷茫地对视了一眼。 我成了渝背父母的另一个女儿, 每天准时准点, 去家里报道。 后来, 渝背的父母甚至和我爸妈成了邻居。 为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警局进行了保密处理。 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束花, 以表感谢。 我把这束花放在渝背的墓前。 墓碑上, 渝背微微朝我笑着, 一如之前那些年的每一天, 只不过他鲜活的脸变成了黑白的颜色。 他再也不能开口唤我阿鱼了。 他为了保护我, 连完整的尸首都没留下。 我把头抵在他冰冷的墓碑前, 像抵住他温热的额头。 一阵微微的清风吹起了我的头发, 像是故去的人在拥抱我。 不远处, 其也穿了一件黑色大衣, 手里捧了一束白橘。 见我也来了, 他挣了一瞬, 脸微微红了。 那阵抱过我的风, 掀起了他的衣角, 好像也抱了抱他。